为了整顿市容 泰国首都曼谷市政府严格取缔 将世界为名的路边摊美食逐出街头 是的 当局希望在年底之前 迁移将近3万个摊贩扫荡路边摊的行动 也引起了许多摊贩和市民的反弹 曼谷经常被旅游调查评选为 全球品尝街边美食的最佳去处 在路边搭起的临时摊位往往吸引许多食客 也成为了曼谷的景观之一 但为了营造整顿市容 以及顾虑到食客的安全 所以禁止在主要的街道设立路边摊 当局计划把路边摊贩转移到新的地点 但是摊贩认为要从头开始非常困难 多数摊贩也表示不满批评这项举措 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其实扫荡行动要对付的不仅仅是路边的摊贩 军政府在2014年掌权以来 已经针对霸王得势和蔓淫活动等问题 展开了多次的扫荡 希望维持社会秩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